我們一定會廢除監察院 而且就從今年開始 國會改革三讀後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 想乘勝追擊 只是怎麼會突然聊到 廢監院這話題 就是因為監院第一時間發新聞稿 強調立法院的調查權 本應受限制 監察調查權以及司法偵查權有別 不應重疊互相妨害 造成公務員無所适從 只會辦藍不辦綠的監察院 今天還有臉站出來 對立法院 對台灣的單一國會 來指指點點 這真的是不倫又不類 總召這話說得凶 白銀總召黃國昌認同加一 那黨主席柯文哲呢 被考見兩院 過去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那台灣民眾黨也是持同樣的看 我們還是主張三權分立 柯主席表贊同不意外 倒是朱中央對這議題有點尷尬 無權分立是向來 這是我們的主張 盡速的讓監察院有一定的功能 是國人所期待的 認同監院只查政敵 但不認為應該廢除 或許也是因為 這可是國父孫中山的制憲理論 豈能一句話說廢就廢 無權變三權 這個領主邏輯裡面 我們是大家可以來談 聽政權部分 立法院有監察院沒 而調查權的差別在於立院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調閱資料文件 人民若違反不想提供 罰還一到十萬元 官員違反送監院調查 而監察院調查權有強制力 不只政府機關人員 部隊要接受 私人團體也不得拒絕 看來的確部分職權有重疊 差別只在想發起調查 可以不用透過監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